2023我们一起走过国之重器硬核所在 来看看这一年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一些重大原创突破 那么今天的报道我们就一起走进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航空摇杆系统 那摇杆二字顾名思义呢就是遥远的感知 是指不直接接触目标物体而使用传感器 接收物体反射或者是发射的电磁波信号 来揭示物体的各种特征 摇杆技术不仅能够获取地球表面信息 还能够一定程度的穿透植被水体等 揭示地表覆盖之下不为人知的秘密 航空摇杆呢其实离我们大家并不遥远 比如说在甘肃基石山6.2级地震的救援中 一龙无人机就在第一时间赶赴了现场 通过远红外摇杆等展开了灾行的侦察等任务 为救灾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我们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新一代大型航空摇杆系统 可以说不仅是体积更大了 本领也更强 被称为是空中变形金刚 航空摇杆系统外表看上去就像是一架新洲60飞机 但是它已经被精心改造过了全副武装即光学微波激光红外等各种不同载荷 于一身形成了18个不同类型的观测窗口 不仅可以清晰的看到地表还能够精准的透视地下 可以说是18般武艺样样精通 更为关键的是它还可以根据任务的需要装载不同载荷进行同步工作 能够实现七种不同的组合方式 在国土测绘 应急减灾和生态保护等领域具有重要的作用 我现在是在辽宁营口的蓝旗机场 那么这里是中国科学院建设运行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航空摇杆系统的外场运行基地 那么在我身边的这个就是新洲60摇杆飞机 以这架飞机为飞行平台的航空摇杆系统 是我国目前综合能力最强的科学实验平台 新洲60摇杆飞机是整个系统的空中的一个平台 那么它的最大特点是装载能力特别强 那么从载荷的角度来讲 它可以对地观测的话 有7至18个对地观测窗口 供载荷使用 那么咱们在这块区域也看到的是微波载荷的 这样的一个观测窗口区域 那么咱们来看这是左侧臂的一个雷达天线罩 可以安装合成红尽雷达天线 那么再往后来 这块区域是通过一个4米多长的一个钢线基线 连接安装的两个大的吊舱 那么吊舱下面也是雷达天线罩 它这个吊舱内部可以安装雷达的天线 那么整个这一块区域构成的微波载荷的观测窗口区域 可以同时安装6个波段的合成红尽雷达天线 来实现对地的微波的这样的一个观测 新中60全副武装就成为了具备强大观测能力的航空摇杆系统 根据即将执行的海陆统筹实验任务 科研团队选择了多光谱高光谱激光 合成孔径雷达等多种载荷的协同观测方式 将通过多次飞行获取当地陆海交界海岸带区域的高质量摇杆数据 我现在跟随航空摇杆中心团队在辽宁营口 开展陆海统筹高分辨率多模态数据获取的飞行实验 那么关于这次实验的主要内容 我们请科研人员来介绍一下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咱们这次实验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我们这次实验主要是面向生态国土海洋交通等行业用户 针对陆海交界海岸带区域的高空间分辨率多模态数据应用需求 获取了多光谱高光谱激光合成孔径雷达等高分辨率摇杆数据 服务于城市湿地等环境监测 以及海上交通管理等典型场景 2023年新一代航空摇杆系统可以说非常的忙碌 完成了多个国内首次应用成效显著 这个空中变形金刚的本领究竟有多强呢 我们来看这组照片 我们即将看到的是我国齐连山八一冰川地区的摇杆影像 摇杆飞机飞行20多架次以后 获取了清晰的冰川剖面图 这也是我国首次使用航空摇杆观测获取的大型山地冰川内部信息 通过这些信息呢 科研人员就可以计算出冰川的厚度冰储量等 从而满足我国固体水资源调查勘测等重大需求 那么空中变形金刚究竟如何变形 有哪些本领呢 我们再来一谈究竟 新一代航空摇杆系统突破了舱外多挂点和机体连续大开口飞机结构设计等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 可以满足光学微波激光红外等多种载荷同时安装数据协同获取 填补了国内具有长航程多功能多观测窗口的中大型航空摇杆飞机研制空白 新周六零摇杆飞机也因一击七构型的改造被称为空中变形金刚 变形金刚的本领之强就体现在能够在机舱内外同时装载多达十余套光电微波载荷 可以根据用户需求进行选装选配 就像搭积木一样来选择观测载荷和观测窗口 实现不同的功能构型和飞行能力 充分体现了其灵活与机动优势 尤其是在机舱外挂载设备会改变飞机的气动外形 对飞机飞行安全产生直接影响 而变形金刚的外挂功能也充分体现了航空摇杆系统建设的关键技术水平 我们现在呢就跟随主持人来到了这个摇杆飞机的内部 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特别狭小的空间里面 其实只有几个座位 但是呢地上却有很多的这个装备 我们请主持人介绍一下这都是什么宝贝 那么目前这一块我们看到这块区域呢是可以装载三个光学相机的 那么这两台呢是两台光学的相机 我们目前看到这一台呢这是多光谱相机 它下面呢是一个光学玻璃 那么这一块区域呢是它的电子设备机柜 这是它的显示屏 可以显示设备的技术状态和快速图像 这一台呢是三维激光雷达 这也是一样它的下面是一块光学玻璃啊 通过光学玻璃对地观测 航空摇杆系统上的多个载荷同步对地观测 然后通过实验室后期处理 最终就可以生成各类数据产品 满足不同领域的重大需求 2023年依托航空摇杆系统 中国科学院组织开展了黑土粮仓科技会战 三江示范区航空飞行综合观测实验 航空摇杆系统搭载八套大型摇杆设备 与卫星 无人机 地面采样等相结合的方式 共同实施黑土地空地立体监测 多频次的全面体检 提高了黑土地耕地产能与质量监测能力 构建出黑土地耕地档案 为保护利用好黑土地 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 在今年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中 航空摇杆系统在齐连山八一冰川地区 实施冰川透视航空与地面联合科学实验 这是国际上首次开展 基于航空平台的三波段雷达联合冰川探测实验 侧区海拔4400米以上 飞行高度首次要求6500米以上 在连续飞行两个月20多架次之后 团队获取了清晰的冰川泡面图 能够清晰反映出冰面与大气冰川与基岩的界面线 以及位于冰心钻孔深度80米处的状况 对解决冰川厚度摇杆监测难题 突破冰储量估算瓶颈等具有重大意义 与卫星摇杆相比 航空摇杆可以灵活选择观测时间 观测位置以及观测手段 具有机动性强 分辨率高 观测内容丰富 载荷配置灵活 响应时间短等独特优势 是区域高分辨率 多元摇杆数据的最重要来源 在科学研究 载荷较飞 应急减灾等国家重大需求中 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它是新型载荷的实验平台 比如说咱们国家第一颗的探监测卫星 它的激光雷达载荷 就是在新洲人摇杆飞机上 完成的技术验证 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把它称作载荷的空中实验室 2023年 航空摇杆系统全年 共支撑了15项国家任务 内容涉及黄河三角洲 陆海一体生态监测试验 一带一路世界遗产 监测保护典型应用示范 基于北斗时空基准的 高精度数字影像获取等方面 飞行207架次 849小时 共享给30多个用户部门 在生态环境 自然资源 国土测绘等行业和领域 得到了深入广泛的应用 未来 科研团队将围绕国家十四五重点研发计划 航空协同透视探测技术系统项目 继续展开公关研究 构建分布式多航空载荷 平台及应用全链条航空透视探测技术体系 服务国家重大需求